- 年代向前開,向前開年代 我們今天向前開3月18號的學生占領立法院之後 這個學生的訴求關閉民法 學生沒有反對開放 但是反對馬總統用多數暴力的方式 全面一昧性的不顧國家主權 跟不顧下一個世代未來機會的開放 那國民黨內如何化解這波壓力呢 馬王也借力使力彼此互相推卸責任 我們再看一下下面這則報導 上午出門,王金平一臉神秘 接著在下午,載著立院各黨黨團幹部的轿車 一輛輛開進王金平官邸 為了服貿討論好幾個小時,來率依舊堅持指揭 我們一開始到現在為止都贊成主條討論,主條表決 但是這個案既然已經送出委員會 那我們也認為應該在院會裡面來作條討論,作條表決 不只大打口水戰,民進黨還搶先召開聯席會 雖然國民黨立委全數缺席 但民進黨依舊通過三項決議 包括17日會議和韓副議事處的審查報告無效 議事處應該退回,行政院也應該立即撤回服貿協議重啟談判 而且必須在兩岸監督機制完成立法後才能再審服貿 不過國民黨不但不承認,還要求王金平出面仲裁 讓服貿案在大院表決處理 在院會裡面,我們信得過王院長 以王院長他的德高望重來主持會議 讓這個案子可以主條討論,主條表決 這是一個比較妥善的一個方式 雙方你來我往,服貿案在立法院拖了好幾個月 連程序問題都搞不定,卻把責任全都往王金平身上推 這種審查法案的品質實在讓人遊行 記者蔡要請政府報導 好,這個林老師,我們今天特別請你來錄影 這個台灣社會這次連這麼多年輕的學生 這一個都關心服貿這個議題 是因為服貿這個議題,我剛剛講 這個層面非常廣,它不只是產業,不只是經濟 不只是政治跟民主,它甚至跟這一些二十多歲的孩子 未來二十年的人生有密切的關係 那台大經濟系裡頭,其實有很多教授 認真研究過服貿,我手上有好幾疊文本資料 各位觀眾朋友,你有興趣你直接上 鄭秀琳老師的這個臉書下載相關的文本跟文件 鄭秀琳老師的身份是台大經濟系的老師 目前好像也是現任的系主任 那你看說台大政治系的老師,教學生學政治 你總不能說台大經濟系的系主任 他的研究一昧的逢中必反 那他這裡頭其實提到了很多議題 提到了很多剛剛兩位同學擔心的部分 我覺得馬政府他一向要塑造言論就是簽訂自由貿易協定 或是任何的經濟合作協議都是百利而無遺憾 所以你看馬英九 這個電腦業他們為什麼也出來做這個 因為他們現在寄望的是我的福貿協議現在過 能夠這樣的通過 下一波要來的是貨品貿易協議 貨品貿易協議裡面有八百七十幾項農產品 還有一千多項現在禁止進口的中國的工業產品 所以他的關稅會降 他的關稅跟成本會降低 對,然後其實他關心的 他不是關心到這些可能受害的業者 他事先有沒有被征詢 事後沒有補償機制 他關心他自己 所以馬英九他這個政府一開始 他是只有心中耳中想的只有大財團 好,年輕學者不一樣 年輕學者我想我三年前就已經在反了EGFA 三年前其實大家對這個兩岸 所謂的兩岸經貿交流還有期待 認為會如馬英九講的 台灣經濟都脫害換股 台灣的廠商就不必到中國投資 台灣的失業率就解決 好,林老師我打個岔 你講三年我今天引用一份資料 這個也是網路上 我截取下的資料 各位觀眾朋友我們看清楚 2002年以來的GDP 2002年到2004年 陳水扁執政的那三年 平均GDP5.04 2005年到2007年 大家覺得阿扁最爛的末年 平均GDP5.37 2008年馬英九上台之後的 平均GDP3.22 下面這裡才是關鍵 2010年這個ECFA簽署以後有效的是 2011年以後的數字 簽了ECFA之後我們的平均GDP是2.59 我如果從GDP的數字上 也有分配到 可是他們的員工薪水也普遍不動 而且三年前大家記得 馬英九就說簽了ECFA以後 那個我們的工作機會會增加26萬 26萬換算成可以降低多少事業率 2% 但是你看這五年來 我們事業率永遠在4% 什麼黃金交叉都沒有 第一個 第二個他說 簽了ECFA以後 我們的廠商就不必到中國投資 但是2011 2012 我們台商投資中國的金額屢創新高 現在已經接近141美金 每一年 所以學生一發現 這個並不是那麼的 所謂的交流帶來好處 交流可能帶來好處 我不否認 企業家可能有 交流有為台數帶來好處 有為電子產業公會帶來好處 那為現場兩位同學帶來什麼好處 對 所以學生開始在想 所以我這邊講出來 學生思考的其實一個更嚴肅深層的問題 就是這一種經濟整合 是一個所謂的負向的經濟整合 為什麼產生那麼大負面效益 兩岸的政經制度完全不一樣 兩岸的要通過胡茂 只要政協或是人代會拍拍手 他可以過 台灣 即使馬英九想要拍拍手過 也要逐條審查 而且也要立法院過 也要立法院 第二個 我們兩岸的市場經濟的差異很大 我們台灣 你可以有印刷業 你就可以出版 對 在中國 你有印刷業 不表示你可以出版任何東西 你還要審批 我們的電子業 在台灣 你要去電子商務 你就去營運就好 但中國 你每一年還要接受它的年度檢查 對 年度檢查裡面還要說 要幾個條件 不能破壞國家統一 不能傷害民主情感 這什麼東西 所以兩岸的 這一些制度的差異太大 這一種貿然的經濟整合 其實受傷最大 我們經濟規模差異那麼大 馬英九有沒有考慮 他沒有 我們看到經濟部長張家柱 出來打擊像這個鄭秀林老師 以及是打擊他們之前 馬英九聘請的國策顧問好名義 對 我這邊有一位其他的專業人士 我們在座這個向凱老師 是其中之一 但是我引述這個 可能最近大家很少談的 對 電信第二類大家我們去談 很少 一位陳大電機系的李宗憲老師 他提出很多個質疑 他說我希望我未來的國科會的計畫 還能夠如常 因為你這樣一打出來 政府會不會對他 有所謂的 測案的這樣的一個危險 第二個 他質疑說 常常我們政府的代表去談 他們會有一個什麼準備稿 或是擬案 可是這從來沒有公布 對 我們再看第三個 他質疑第二類電信 這個電信的這個11項 他提到說誰主動 我們都以為是我們主動 有利可渡 不是 中國大陸主動 你們政府說是低度國安 這個疑慮 你就沒有辦法跟我們保證說 完全沒有國安疑慮 再者他說 入資持股來以後不得超過50% 所以他不具控制力 是這樣嗎 他找個財寧官當老闆 他就有實質控制力 而且你沒過50% 你沒有控制力嗎 那我再比對一個 另外一屆的人士跳出來了 陸資來台 我們的民醫高薪 他們以後的對於看病 看我們的病人 更看那邊的權貴 更看我們這邊的權貴 台灣的民醫一定被挖走 不一樣 我再看其他人 我打一個岔 比方說我也在政大念EMBA 政大EMBA很多老師 其實也挖到北京去 為什麼 因為配更好 就是說台灣的人才跟資金可能會更加速外流 你看那個鄭成杰 他去南京 他那邊是其中有一個醫院的代表人 還有其他的醫生他們有經驗的怎麼講 過去以後他們是分科的 要拿50張執照 而且他們當地的這個醫生素質跟我們的台灣的醫生不一樣 挖角台灣的醫生要很高的配 還有其他年齡種的問題 另外 鄭秀玲老師的這個 所謂的這麼厚厚的一疊 這製作單位也很用心 我之前就要比對 我也比對了其他人質疑他的這些 我做了一些這個功課 然後做一些比對 有一個你是不能辯駁的 你看看那個項目 我還比對那個民進黨他們所提的那個版本 我請教 其中的那個所謂的 有一些類別 以建築工程服務 他一定要跟大陸機構合作 他是擺在福建省註冊 其他像市調服務 這都大家很少談的 他一定要合資合作 還有一個更扯的 印刷業剛剛老師有提到 他一定要是大陸方投資者 而且要當控股 要佔主導地位 其他的什麼審批 那個我們之前也提到 其他的電信服務業 台資我們也不能超過50% 但是他要在福州市市點 要在福建省設立 那這些都是把我們圈在海溪區 所以裡面諸多問題 今天連周美清都講話了 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廣告後再回到節目現場 好 好